11月14日,香港警方会见传媒时至初 近日中文大学内多处被纵火、破坏 部分激进示威者在学校里收藏并制作大量汽油弹和攻击性武器 他们的行为日渐趋向恐怖主义 有暴徒将大学变成武器库、冰工厂 收藏和制造大量的汽油弹、武器、物资 这种风气更加蔓延到其他的大学 暴徒的行为和恐怖主义又再走近了一步 警方注意到,校园暴力风气蔓延迅速 在香港理工大学,暴徒占据大学外的天桥 封锁红勘海底隧道 向马路和收费亭支汽油弹 向清理路障的市民支杂物 更有多名手持弓箭的暴徒 向巡逻的警员和路过的行人发射致命的弓箭 在理工大学暴徒占据大学外的一条天桥 继继续挟持封锁一条对香港交通非常重要的国海隧道 向马路和收费亭扔汽油弹 向清理路障的市民扔杂物 继续中大有暴徒使用射箭方法之后 理大也有暴徒练习和使用弓箭 今早有多名手持弓箭的暴徒 在天桥上向巡逻的警员 甚至是路过的电单车 发射可以致命的弓箭 警方指出 目前学校里不少教职员和学生都陷入恐慌 担心人身安全 警方呼吁校方不要纵容学校变成暴徒的兵工厂 保障校园内其他人的安全 如果暴力情况持续 校园变成犯罪的温床 警方不会袖手旁观 事实会介入处理